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為大家導讀文章是用攝影第43篇 認識相機大小是第18回 什麼是多點對焦 什麼又是單點對焦認識 前面文章我們已經了解的 什麼叫做手動對焦跟自動對焦 那我們也了解 原來自動對焦的速度是很快 能夠不到半秒一秒的時間內 自動就能把我們要拍攝的主角給拍得非常清晰 然後手動對焦呢 是因為我們要慢慢透過旋轉相機的對焦環 用肉眼去判斷什麼時候最清楚 那我們了解這兩個差別後 今天這一集來進一步去講 那我的自動對焦有所謂的雷達 有好多點喔 他們之間差別在哪邊呢 那我們來進一步來教大家 多點跟單點對焦的差別 好 那我們今天這是用攝影第43 我會建議是說 在看這篇文章或導讀文影片之前呢 先去看前一集 你會比較了解 其實我這兩集的是合在一起去講的 那我希望你去看前一集 那我們現在假設你已經看過前一集了 我們就繼續帶我們下來看 首先呢 對焦是什麼 先思考一張照片的亮點 腦海中的亮點 也是照片最後最清楚的地方 所以說在看這樣子的畫面的時候 你要先告訴自己 你眼睛的焦點是不是停留在人 因為通常都是拍人 或是拍人家風景 我們心動主角總是以人為主 那我們希望人在照片中最清楚 我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很簡單 那我先見到最簡單的是 手動對焦 以Canon相機的畫面為例的話 選擇單點自動對焦點 如果你是手裡相機的話 你就選擇那個彈性定點 然後透過單點或彈性定點 這種設定可以讓我們對焦點 來瞄準我們照片中的主角 那所以說呢 相機操作畫很簡單 選擇單點或是彈性定點後 只要把構好圖 把對焦點移到你要拍的人上 直接辦按快門 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了 然後呢 不論是人在照片中的左邊右邊 你只要心中只要知道告訴自己 你要對焦在某個人身上 你只要把對焦點移動到人身上 再辦按快門 人就會是最清楚了 所以說以上是單點對焦 從頭到尾的時候 我們只使用一個對焦點 對焦在哪裡 哪裡就清楚 其實它就真的這麼簡單 所以在教相機對焦點的時候 我覺得單點對焦 其實是最最最最簡單 通常我在焦的時候 我都會先焦這一個 現在講多點對焦的觀念 多點對焦是 有一些操作上的規則 可是呢 在講多點對焦之前呢 我們已經先學會了 什麼叫做單點對焦 那 雖然單點對焦很簡單 又很精準 而且又負彈性 但是你會發現中 有個小缺點是 當你拍了一整天上百張照片 每次拍照前 都要移動對焦 準行到主角身上 你會發現說 一百張照片 一百張的構圖 人會在一百種位置 你每次都要去移動對焦點 就要移動一百次 這樣子很累 但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有 那就是多點對焦 來看什麼叫做多點對焦 每台相機對焦點的數量 分配方式都不大相同 以Canon過去的單眼相機入門款 大概只有九點 那有些相機可能會有十點 十一點 十二點 二十幾點 四十幾點到六十幾點 不等 所以說呢 這個我們先用簡單九點的觀念 它的意思是說 那 它的意思是說 不論你今天是點多點少 它都會同時去啟動 如果你的對焦點是九點的話 它同時會啟動九點去抓 照片中可能的主角 如果你的相機有二十點三十點 同時啟動的話 就有那麼多點去抓 照片中可能的主角 這就是多點對焦的基本概念 這個概念明顯你掌握後 不論你今天是用哪一台相機 哪個品牌相機 基本上大原則是不變的 所以說九點對焦點同時啟動 它要怎麼用呢 能不能九個對焦點都放在主角身上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重點來了 九個自動對焦點同時啟動的時候呢 會瞄準九個不同的物體 會從這九個物體中 選擇一個離我們最近的主角 會選哪一個 其實很簡單 那一定是選離我們最近的那個就對了 所以說呢 就九個對焦點同時啟動 會對到九個不同的東西 這九個東西 哪一個會是成為我們照片中的主角 那它就會是以最近的為主角 我們來看看例子 例子看看例子就很簡單 同樣的我們以這個例子 同時我採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個對焦點同時啟用 它對到九個東西 請問這九個對焦點 它會對哪一個是成為我們照片中的主角 一號嗎 二號三號四五六七八九哪一個呢 答案很簡單 不是二就是三 反正不是一四五六七八九就對了 答案很簡單 不是二就是三 反正不會是一四五六七八九 不論是二也好 三也好 都是對在照片中的人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就算是說 最後相機會選二 沒關係啦 還是對到人 選三呢 沒關係啦 還是人 所以說不是二就是三 基本上都沒有關係 這個是所有相機的多點對焦點 潛藏的 我們講潛規則也好 或是它使用說明書 其實就有講的 只是我們大家可能不去看說明書 說明書意思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同樣的這個例子呢 我就不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了 反正一定是離我們最近的 你看它周圍這幾個都已經對到天空去了 那對到天空都不知道天邊 不知道幾百公里外了 基本上它一定是選離我們近的 這個呢 稍微近一點的 你會發現九個點對到九個不同的物體上 或九個區域 它一定是選擇離我們最近的 這個不要問為什麼 試著想一下 有興趣的話 有時間的話 找到你過去拍的照片 你會發現你的照片中 照片中只要有人 十之八九 相對於你背景中的風景 人總是離我們最近的 你按下快門 似乎都是以人為主角 其實也沒有錯 因為相機它 這是我個人猜測 相機他們在設定 在設計相機的對焦規則中 他們就已經知道 大部分的人都是拍人 或是拍一個東西 而這東西相對於背後的風景 都是離我們比較近的 那它九個對焦點同時 或九個或十五個二三個 甚至到現在已經到八十一百個 它都去選擇離我們最近的 這樣子設計 基本上是對的 也非常沒有問題的 所以一樣 這個九個點 到底對哪一個 不重要 你要重要是 讓這九個點的其中一個點 有覆蓋到你要拍的人身上就可以了 再講一遍喔 雖然我們知道說 這九個點都會去對其中一個離我們最近的 可是要對哪一個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對其中一個 你想要照片中的主角嗎 總有個主角 讓其中一個對焦點 蓋到它 它一定會選它 所以說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隨機隨手挑一些 我出去外面玩的照片 你會發現說 雖然照片中 我很明顯的看得出 你是要拍那個人 你要拍那個東西 你要拍那個東 那個事情吧 可是呢 相對於其他後面的風景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 這個人 一定都是離我們最近的 你用多點對焦 總是會能夠抓到最近的 了解這東西以後 你會發現說 那這樣照片 如果我們回到我們前面的例子 我們回到我們前面的例子 這個有沒有在離我們 離我們最近 有 不小心點到了 然後回到我們前面的例子 這個是不離我們最近的 是也沒有錯 這個時候呢 你用多點對焦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 多點對焦是相機的預設值 而且 你拿這麼去拍 通常也沒有得到太大的問題 通常我們的拍照主題 都是主角 離我們最近一點點 這沒有問題 可是真的那麼好用嗎 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說多點對焦 你就不用像單點對焦 一回 100張構圖 你的對焦點叫100次 真的那麼好棒棒嗎 其實也沒那麼好棒棒 就像剛剛我們前一篇講到例子 對 理想上我們是想對心中的那個亮點 那個彈鋼琴 那個行難 可是呢 如果你用多點對焦 他一定是拍這一個 就如通我說的 相機通常都會拍 離我們最近的 所以說呢 我們要怎樣從這樣子的構圖 精準對焦遠處的人呢 很簡單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單點對焦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缺點 又或者是像這一個 這個是呢 那個英國湖區 那個彼得兔的那個作者 波特小姐 她的故居 那我去那邊拍 然後呢 我刻意讓她的作品放在這個地方 看得出這邊只有彼得兔嘛 對不對 那 喔不是喔 那是老鼠 那 我希望說 清楚的是我這牌子 擺在旁邊的拉拉雄 可是呢 如果你要多點對焦 相機一定是對這一個 他不會知道說你是要對這一個 還是要對後面那一個 對於相機來講 他不在乎 他只在乎的是 找一個離你近一點點的 這是多點對焦的限制 就像這一個 我是要想要對 因為這個醬 我就蠻好趣的 我覺得中間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他的醬 我搭配這個就有一種特別的香味 所以我對焦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用多點對焦 他百分之兩萬 一定是對前面的這個麵包 所以說呢 單點對焦跟多點對焦 結論啦 是 我覺得寸有所長 持有所短 不論哪種方式 要在適合的情況下使用 採用對的方式對焦方式 這才是對的 單點對焦雖然很精準的對到某一個物體上 但是他 你拍100張照片 就要精準100次 可是你要方便 就用多點對焦 可是多點對焦雖然很方便 可是他不夠精準對到某樣東西 所以什麼情況下 該用哪一個 你必須這兩種情況下 依不同的情 兩種對焦依不同的情況下去做控制 本朋友導讀文章到這邊 給我個段落 謝謝大家